前文代族書接上一回 上次我講到廣城指名殷嬌落山 輔助姜子牙 就叫他去石洞那邊拿件兵器來 就傳授些道術給他 誰知殷嬌入到洞之後 在石機上等著幾粒熱辣辣的斗底 他吃到一粒就覺得好好味 沒有多久就全部都吃光了 才想你自己是來找兵器的 連網走出洞過了石橋 連轉頭一望 咦?為什麼不見到洞府? 心裡頭無限猜疑 不知不覺突然感覺到 整身的骨頭咬咬聲響 左邊的肩膀上突然伸到一隻手出來 電話不禁大驚失色 一會兒而已 又見右邊又生多一隻 沒有多久 忽然間生了三頭六臂 嚇到殷嬌目瞪口外 很久很久都不出聲 還有得奇啊 正面的頭又生多一隻眼 這個時候只見白雲童子走過來 就叫他 師兄啊 師父有請啊 殷嬌整個人晃晃蕩蕩蕩 就回到洞府前 廣城只見到殷嬌的樣子 不敢拍手大笑話 哈哈哈哈哈哈 奇哉奇哉 人均有得天生二人啊 哈哈哈哈哈哈 講完就帶殷嬌來到洞中 傳授他方天華激的招數 教完他之後 廣城只又拿出了翻天印、洛雲中、痴雄劍 這三樣東西交了給殷嬌 各位 這三樣東西都是震動之寶 好大法力的 殷嬌的事是拜慈落山 但是廣城只始終的心有些放不下 就叫殷嬌說 徒弟米字米字 我有一件事要對你說 我現在已經把震動之寶 全部都交給你了 你必須順天應人 東進五關 輔助周母 討伐無道分君 千萬不要更改念頭 違背天意 不是的話到時候後悔莫及 恩教就說 師父你放心 周皇是明德的聖君 我父親是個荒淫的昏君 我又怎會違背師命 弟子而改前言 願受黎曹之刑 恩教這樣發誓 真是麻煩了 導演聽完之後 好高興 於是恩教就拜別師尊 離開九仙山 借土頓前往西奇 再講恩教 借土頓去西奇的路中 在半路之上 飄露在一座險盡的高山 正是領頭蟲 毓毓都捱下石倫倫 山草山花 看不盡山套 山港應時身 恩教正在看山景的時候 突然從樹林之中傳來 一聲羅響 噢 見到一個騎著一匹紅馬的人 飛奔上山 這個人面如藍電發尺珠沙 金甲恐怖三隻眼 手拿兩條狼牙棒 他見恩教三頭六臂 三隻眼 他大聲哭著說 喂 三個頭是誰 那來偷看我的山泰 恩教就說 我並非別人 我是當今太子恩教 那個人聽連亡下馬 扑白在地上就說 哎呀千歲 為什麼跟這個白龍山經過 恩教就說 我奉師父之命往西奇去見姜子牙 話又未了 又見到一個人身穿黃袍 頭戴線民規 面如枯粉 三樓長眼 騎取一匹白馬 又是三隻眼的 挺槍奔上山來問 這個人是誰 前面藍面的人就說 哎呀 兄弟 快快落馬 來見恩千歲 那個人下馬叩拜 請恩教到山大講話 三個人來到中堂 兩人將恩教就扶在正宗的交椅上 叩頭變拜 恩教扶起他們問 兩位高姓大明呢 先前那個人就說 末將善溫 就明溫良 這位善馬叫做馬善 恩教就說 哦 兩位都是英雄好漢 不如跟上我去西奇 姜師叔不久就拜仗了 好做周武王佛商 兩個人一聽就覺得很奇怪了 千歲為何反而坐舟室 恩教就說 雙朝氣數已盡 舟室當興 何況我父親得對天下 我怎能夠為自己的私家天下 兩人連聲稱讚 千歲的說話 認天地父母之心 乃大丈夫之所為 於是就設現款待恩教 恩教就命劉羅賓 換上了西奇的旗號 放火燒到山寨 起兵折奔西奇 正在走著的時候 突然之間 見了一個道隱騎著老虎 迎面走過來 要求見恩教 恩教安下人馬 請道隱相見 各位這個道隱並非別人 只是山公跑 這個山公跑 是姜子牙的師兄弟 山公跑搖動三寸不爛之舌 化言口語 勸恩教違背私命 助商佛州 他說 恩殿下 你想想想 世間哪裏又說有個兒子 來阻礙人 來討伐自己的老爸 簡直是亂倫五逆 手指哪裏又說 咬出不咬入 將來你老爸龍龜滄海 你本來就是東宮 應當繼食王位 為九五之尊 豈有反助他人 滅自己的蛇跡 拆自己的宗廟 你百年之後 將有何顏面去見你的列祖列宗 但是恩教意志很堅定 幾大都不答應他 雖然老師說得對 無奈天數已定 商朝氣數已盡 周失當興 何況姜子牙有將上之才 人得報於天下 諸侯無不響應 我老師曾經吩咐我落山 做姜師叔 東頓五關 我又怎麽違背私命 這件事斷爛從命 新宮考見一計不成 又生一計他就說 殿下 你的包底殷孔 聽說他的下山助舟 這樣又怎麽 反而被姜子牙 用太極圖化為飛灰 簡直是無盜之人所做的事 江上有德 他的德在哪裏 人教一聽 不敢大驚失思 他就問了 這件事是否真的 山公跑就說 張山現在駐軍西奇 不信了 你就前去問一下他 如果殷孔沒有這件事 你再盡西奇 如果有這件事 你應該為個弟弟報仇說恨 我再去請一位高印來助你一臂之力 講完 新宮跑跨虎而去 他都沒有你這麽好戲 一於鬆之大吉 恩教半信半疑 全臉起兵 再講人馬來到西奇 果然見有一枝城湯的人馬 住宅在城外邊 恩教就命溫良前去看看是否張山 而張山這陣 正是宇逆仙兩日都未見回來 心裡頭很擔心 正立滿緊 溫良求見 命他去接恩教千歲 張山一聽就覺得很奇怪 殿下早早已經失望 又何來殿下呢 他知道恩教在法場上被風刮走了 下落不明 心中很猜疑 在一邊的李錦就說了 袁蓉你可以去見客 看看是真還是假 他就知道了 然後再作處置都未遲 張山李錦來到恩教營中 見恩教三頭六臂上貌很凶惡 左右兩臟都是三隻眼的 張山就問了 殿下是城湯的哪一枝呢 恩教就說 我們在當今殿下恩教 他就將前事講了一趟出來 即是講出到被神仙救走學藝這件事 張山聽聞心裡頭很高興 連望跪地摳拜 恩教就問了 你知不知道二殿下的事呢 張山就說 二殿下被江上用太極圖化為飛灰多日了 恩教大叫一聲 整個人暈倒在他底裡 眾人將他救醒 他放聲大哭 哈哈哈哈 一老兄弟 果然死在惡人的手中啊 哈哈哈哈 他十聲跳起來 將一支靈驗 百聲咬為兩段 他說 若不殺江上 誓予此戰相控 到了第二天 印交出馬 指明道勝要江上出來 一聲炮響 江子牙列隊出城 拿渣見對方三個人都是三隻眼 心裡頭暗自好笑 三個人九隻眼就多出一個半人了 印交走馬來到軍前 好嚴厲地大聲問 江上 你將我弟弟恩孔用太極圖化為飛灰 哼 今天我勢說此恨 江子牙不知底細他認聲說 是他自己拿來死的 又關我什麼事呢 印交破口大麻 好匹夫你說 還說不關你的事 港元亭槍殺張過來 旁邊有拿渣聽火尖槍截住施殺 無戰幾個回合 印交就制起翻天印 將拿渣打下到風火輪 黃天化見拿渣不行 吹開玉琦璃 使雙徐佔住印交 江子牙命左右救回拿渣 黃天化就不知道印交有落魂中 欣交搖動到落魂中 冷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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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天化即是坐不住馬 就跌了下來 江山走馬足拿到黃天化 等到被承索綁實 黃天化才知道自己被抓住 簡直整個人都蒙茶茶的 黃飛虎見自己的兒子被擒 一如吹開五色神牛來戰 欣交亦不答話 兩人槍擊並舉 又打到幾個回合 欣交搖動落魂中 黃飛虎也撞下神牛 早就被馬善溫良逐了去 楊展在一邊見欣交際翻天印落魂中 怕會傷到姜子牙 趕快明金收兵回營 回到相府楊展就說 姜氏叔 又是一件很古怪的事 弟子看出欣交打喇打的是翻天印 這件寶貝是講成子私伯的 為什麼會在欣交道呢 姜氏牙就說 難道是講成子命欣交來討伐我 楊展她說 師叔 你不記得我欣交的事了嗎 姜氏牙一聽才放言大悟 這頭我們再講回欣交回營 明退去黃飛虎父子就問 你是誰 黃飛虎就說 我是沒有成王黃飛虎 姜氏牙覺得困惑不解 什麼話 什麼西奇也有個黃飛虎的嗎 張山就說 哼 他就是邪胡哥的黃飛虎 因為他反五關杭州 斜斜斜野下刀兵之禍 真的馬上趕走下掌 親自為黃飛虎鬆綁 就說 欣人 當年若不是只有將軍相救 又怎會有我今天呢 他問黃飛虎說 這個人是誰呢 黃飛虎就回答說 哦 他是我的長子黃天化 於是又命人放了黃天化 他又說 當年將軍救我兄弟兩人 今天我放你父子以報大恩 黃飛虎就問了 千歲 你當年避風刮走去哪裏 人家只是含含糊糊地說 哦 是海盜先家 將我救走了 讓我下山為弟弟報仇 下次將軍再次被擒拿的話 就沒有那麼好彩了 到時必正過法 黃家父子告辭出現 姜子牙得知黃飛虎兩弟爺平安回來 黃飛虎就說出剛才發生的事 姜子牙很高興 到了第二天 馬善就來到城下挑戰 鄧九公領兵出城營敵 兩個人略一搭話 就動起手打鬥起來上來 沒有打到十幾個回合 鄧九公刀法如神 逼開馬善的刀 握著他的腰帶 整個人把他撕起來上來 生禽入城 姜子牙明將馬善斬首號令 藍公式將軍奉命行刑 只見藍公式手起刀落 一刻都斬下去 斬下了個人頭 怎知斬斬眼之間 又生了我頭出來 藍公式大堅塞 咦?這樣都行有沒有搞錯 再揮刀斬下去 十十十 連續斬了三個頭 之後生了三個出來 一模一樣 藍公式覺得很奇怪 荒謀報知姜子牙 他說 承相 在下奉命將馬善連斬三刀 這邊過刀 即那邊又生了個頭出來 不知是甚麼要幻術 請承相定奪 姜子牙聽報 覺得很懷疑 跟眾將出府親自監斬 怎知也是一樣 在一邊的偉戶這個時候 突然製起了航摩棒 對著馬善打仗下來 剛剛拼著腦頂門 打出一片金光 立刻就散開了 委戶收回棒 馬善還是先前的一樣 眾人大叫說 喂!古怪啊!這樣都行 姜子牙命令說 用三味真火來燒他 眾弟子齊噴三味真火 怎知馬善趁著火光一起 大笑說 哈哈哈哈 我走人了 我都沒有你這麼好氣了 講完 此見馬善一於借火光 便送人不知去向 姜子牙心裡悶悶不樂 回到上府獨自一個人在尋屍 此見楊展上電對姜子牙說 姜師叔 弟子想先去九先生探聽一下 再前往中南山見文宗子師叔 借一塊照妖鏡來 看看馬善到底是什麼妖怪 這樣才能夠治得到他 好! 姜子牙同意 楊展就離開了西奇 借討頓直往九先生而去 好快就來到桃園董見到廣城寺 廣城寺就說 咦? 前日我已經命恩交下山去做姜子牙 三頭六臂 是不是? 好不好看呢? 於是楊展就說了 恩交助傷佛州一事 他還用師叔的翻天印打傷了拿渣 橫行霸道 所以才會來探其虛實 廣城寺一聽生氣啊 他罵 這個畜生 這個畜生 違背施命 定造不賊之禍 但是我已經把震動之寶交了給他 又怎知道他竟然會變心呢? 各位 廣城寺會不會下山來收恩交呢? 收不收福得到他的徒弟啊?